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变形金刚王国系列核心级红蜘蛛 实话说,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只有烟盒大小的等级 画卡式包装的峰会也依旧精美 这款红蜘蛛尺寸虽小,身材比例却毫不含糊 该有的细节分色也全都不错 身上的细节刻线也有模有样 背后机头的收纳甚至不逊于地出版红蜘蛛 而且如此细小的头雕也神韵十足 不说尺寸,只看照片的话甚至会以为这是D级别产品 这个尺寸下当然是球形关节为主 令人惊讶的是,翅膀后翻不同角度还有定位感 只是没有脚步接地,但能摆的造型丝毫不逊于D级玩具 两支奶射线枪是3.5毫米的细插栓 拿在手中也完全可以,只是不如插接手臂来得还原 跟核心级擎天柱来张合影,可以看到尺寸基本一致 红蜘蛛的伪装形态感觉已经不用多说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尺寸下飞机的造型居然也可圈可点 除了没有起落架,飞机造型也毫不逊色 这个级别简单便宜又好玩,简直是口袋玩具首选 唯一奇怪的是,这次红蜘蛛的狂派标志并没有倒着印刷 核心级红蜘蛛的变形流程 首先将小臂打直并向内旋转90度 抠动上边缘,将胸部盖板向两侧翻开竖起 前翻头部将连接杆下翻到底 松开背后肌头,沿双关节上翻竖起对其边缘 再将肩部整体下翻到底 将双腿对其插接在一起 再将腿部前翻到顶避让空间 此时将整个背后旋转180度 再将双腿上翻对其插接插栓 肌头部分翻平,插接下方插栓 头部旋转180度 再沿连接杆上翻,藏入肌头下方 将身体两侧连同翅膀盖回插接 较宽的这片盖平时刚好固定住双腿 小臂插栓对其插接机翼下方 将尾翼部分微微外翻 再上选90度,有定位感 最后将水平尾翼翻平 红蜘蛛变形完成 那么都看到这里了 不想点赞加个关注吗 更多内容持续更新哟